CXC 誰仍要去阻止 在這裡想說你知 我的碟裡有首歌叫 想說你知 海報NV問題 的禮物 就是日本的手信 我會在上面簽名 就是這樣 我很認真的 我們這些當然不是玩的 我來偷拍 你躲起來是甚麼裝扮 偷拍當然是Paterazzi裝扮 偷拍誰啊 打算周圍拍一下 看看拍到甚麼 誰知被我見到阿Jam 進了她的房間 看到她的房間裡有小小的 那些照片呢 有個男生在旁邊抱著她 這個 我偷拍到阿Jam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阿Jam不在 不要緊 這個是甚麼 你看看 這是甚麼 你看看 看到嗎 為甚麼會有個男生在阿Jam旁邊 甚麼關係啊 等著下期 等著下期看MV 有得Pay路 都不知道甚麼關係 如果你想知道詳情 記住看阿Jam 記住看 我偷拍回來阿Jam的MV MV叫甚麼名字 MV叫想說你知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你記住看 這間是阿Jam的房間 他那個人呢 他挺有手味 他找到東西 但是呢 他應該很窮 甚麼都沒得了 這個 可能還有甚麼 這個還要進去 開不到 到門還要壞 還要開到這個 我不是 你看 沒有東西問嗎 今天 今天 今天你看到阿Jam做了甚麼 今天 見到阿Jam跳舞 又塗了幾張 見到他 真的很勤力地減肥 他跳舞跳成怎樣 都挺好的 都不差的 原來想著很差 都OK 而且他瘦了很多 真的 對 比起他剛剛出道 我偷拍他的時候 現在就瘦了一點 他初出道 整個麵包超人感 真的不太拍得下 經常騙到我們相機的位置 迫爆了 他的臉 兩個面珠燈 現在省省些位置 我們菲林 拍多幾個人 這首歌 是一首我自己寫來 鼓勵我自己的歌 因為其實由出道到現在 這一年裡面 一年多一點裡面 其實 雖然我知道有很多 像你們一樣 支持我的人 但是也有一些 會打擊我的人 我公司的同事 其實經常都跟我說 他說 為什麼會開始有人 說阿Jam負面的事情 去作一些故事出來 去誤導其他人 是因為音樂 令到大家開始注意阿Jam 所以 如果要把這些 實實的報道 閒言閒語 一些身邊這麼無謂的事情 去令到其他人 不再在意的時候 都是要用音樂 去再一次 拿回所有人的 attention 因為始終阿Jam是一個歌手 我自己都會覺得 在這個時刻 其實我什麼都不會再改變 改變到的 只不過是 我音樂上的質感 所以 在我打後的人生 如果我還有機會 繼續去唱歌 我也一樣會把好的音樂 帶給大家 這是我唯一的一個目標 所以 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的音樂 其他方面的所有事情 我已經不再介意了 這就是我想說給大家知道的事情